大家好 我是Mavis雞蛋摩尼 今天要跟大家開箱一部Notebook 因為開箱的Notebook是一個比較高階的Notebook 如果大家想找一部效能強景 外形又要走簡約路線 即是你未必想選擇電影系列的機器就很適合你了 究竟主角是誰呢 他就是HP Envy 15 Laptop 我們現在就馬上開箱了 Go 先來看看他的外形 其實他的機身是沒什麼花巧的設計 銀白色鋁合金的機身 中間就有一個HP的Logo 而機側面就有Envy的字樣 而在機底和機側同樣都有散熱的位置 它是第一款有電競吸散熱系統的Envy型號 打開其實都是同樣的磨砂材質 螢幕方面就是15.6寸4K的觸控螢幕 沒錯是4K還要是觸控螢幕 而鍵盤兩邊都有喇叭 喇叭上也有一個特別的圖案設計 而鍵盤設計到比較突出 所以按下去的回彈也OK 而下面這個玻璃觸控板靈敏度也不錯 也挺好按的 所以整體上打字的手感也不錯 但是它的鍵盤最幼 其實加多了一段時間 就和大家平時用開的Notebook的鍵盤排列 會有點不同 所以我一開始用的時候 就有點不習慣 所以就要給多點時間去適應了 鍵盤方面就有燈光的模式 你就可以選擇不打開 然後打開 但是光度比較弱 而且打開 然後光度比較高 大家就可以自己選擇了 而兩邊側面的插頭也很齊全 有兩個Type-C 兩個USB Type-A HDMI 和一個SD卡的插槽 但是在我而言 轉成普通的SD卡 我就會更加開心了 它的重量就是2.15kg 和MacBook Pro差不多 比起2.5kg的MacBook就比較輕 但是女生如果帶她出去 你也會預料肩膀口有點酸 會有點累 但是同類型的機種來說 我覺得它的重量也差不多 沒有特別重 先看看它的規格 螢幕用了4K的觸控屏幕 雜邊框的設計 因為用了4K的螢幕 所以畫面看起來很清晰 而色彩表面也很好 再拍下來就到了效能 我覺得它真的挺強大 因為我試了一堆的耳機 再加上我曾經用過的耳機 我現在正在用的耳機 我覺得它在剪片 和螢幕表現 是非常之強勁 它這部機的規格 在電競系列的耳機 就不算很少見 但是很難找到搭配4K的觸控屏幕 其實連4K的螢幕也不算很多 如果你撇除電競錄圖 你要在一般的機種來找 就更加少了 提一提 其實這部機 它的RAM已經打爆了 即32GB是最頂盡的 其實它有另一個便宜一點的型號 那一部是16GB 不過最高同樣支援32GB 即是你可以買回來再自己打爆它 因為我本身看到這個規格的時候 我都預算去剪片和嘗試用流暢 所以它們就在我預料之中 都是非常之順暢 除了剪片的時候流暢之外 它RAM片的速度也很快 用了2分20秒 就可以RAM一條5分多鐘的1080片 就可以讓大家參考一下 它是我用過這麼多的Notebook RAM片的速度真的數一數二快 它剪片的機身不會太熱的 聲音來說 也聽到有些風扇聲 但我覺得一個比較爽的點 就是它的螢幕本身的顏色很漂亮 所以剪片的時候也挺爽的 看一些色彩對比到大的片 又或者相片 你就很明顯感受到分別了 它的螢幕符合了Delta E 小過2的顏色增長度 所以用它來調色 又或者撿相片 就不怕螢幕色長不適合 讓我撿走背心帶先 咦 搞定 我平時有東西撿的時候就是這樣了 螢幕亦都通過德國來人認證 可以有效地過濾藍光 給一些用家 例如你會剪片剪整天 眼睛都沒有那麼容易累 而觸摸螢幕呢 我自己覺得在處理圖像的時候 會比較常用 即是我會直接一邊就用觸摸螢幕放大縮小 另一邊呢 這隻手就自己撿一下細節位 反而在日常使用呢 我就會有點忘記觸摸螢幕 因為日常使用 你打字都可以直接用鍵盤 或者你未必會直接按螢幕 所以可能觸摸螢幕來說 我覺得在處理圖像 就會比較常用一些 另外它也有些小設計 是方便用家的操作 例如指紋解鎖 然後開關相機鏡頭 又或者收音咪等等 它一按就會物理上關上鏡頭 而螢幕亦都有logo顯示 另外在鍵盤上面 也有些快捷鍵很常用 我自己最常用就是Window再加V 它是可以選擇最近複製過的文字 然後貼上的 平時我們複製貼相 你們都是複製一個 你可以選擇之前幾個複製過的東西 你可以進行貼上的 MP15支援HP的QuickDrop 可以在手機下載了App 然後再測試QR Code 就可以互傳文件、相片等等 非常之方便 iOS和Android都可以用 使用上操作也是很簡單 你按照做也沒問題 而且速度也可以接受 而在電池續航力 我平時日常使用 是可以用大半天都沒問題 如果我拿出外用 不需要剪片 我就會直接拿它 不拿火牛 除非我要剪片 我就真的才會用火牛 如果你是一些耗電量比較大的 例如剪片、看片等等 使用長度就沒那麼長 但是四、五小時都可以 HP Envy 15 Laptop 有兩個型號 今次開箱是一個比較高階的版本 所以其實它的售價是19999… 是19999… 價錢也不便宜 但我覺得在這個價格之下 它的螢幕和效能表現都很好 而且其實這個配搭是不常見的 即是這個規格 再加4K的觸控器 所以如果你自己喜歡這個規格 其實也是很難得的一個搭配 也有貼心的設計 所以日常使用到OK 是有為用家著想的感覺 唯一就是因為它真的比較厚 所以戴上街可能有一點點會覺得重 但是因為和旅人規格的機器 其實重量也是差不多 所以真的是一個取捨 但是整體而言它用下的感覺都不錯 特別是螢幕 我自己是最喜歡螢幕的 因為它的顏色真的是很漂亮 還有非常清晰 還有觸控螢幕 這個配搭我覺得是挺難得可以看到的 好 終於這條影片就可以給個讚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想看我更多的生活 就可以上我的Facebook和IG 我們很快再見 Bye Bye